热烈的掌声 欢迎美容天王 Kevin 老师 各位嘉宾 各位现场的女朋友大家好 我是 Kevin 看到我中分度就会不太习惯 刚才很多媒体在那个总行 经过看到我还不认得我 没跟我打招呼 我记下来 立即我会变帅了 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 Kevin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为大家介绍 我自己去到首尔一定会买的 这个品牌 Soon 37 Zumi 他们家的非常棒的产品 其实很多人常常会问我 就是说 就是韩国女生他们的护肤 或者是他们在意的是什么 因为我一年要去 大概四五次以上的首尔 慢慢地发现 这种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从饮食开始 或者是从他们 我们平常都会看 其实像什么很多的公平剧 韩国女生对于这种中草药 食物草本的 或者是像泡菜这种 发酵类的这种东西 他们特别地喜欢 在护肤上面 他们非常追求这种天然的 草本的概念的护肤理念 那么Soon 37 Zumi 如果说大家对这品牌了解的话 应该都知道 Soon在韩语 在韩语 它是呼吸的意思 那么品牌的这个创办人 我就是说这个高层 他一开始要做这个品牌的时候 他想要做一个 因为他家里面有女儿 有老婆 那么他们家里面的女卷 都是属于比较明感型的品牌 他想要做一个护肤品的品牌 是从他的小女儿到他的老婆 能够陪伴着他的小女儿 成长为他老婆的年纪 陪伴他的老婆 跟他一起白手鞋烙到年老的时候 都能够用个护肤品 于是乎Soon 37 Zumi这个品牌诞成了 我想前面大家有看过 或许有经过这个品牌走了 都看到了 这是一个经过 每一道手续都要经过 360天的慢慢发酵 从500多种的天然植物当中 我们找到了86种烟雀 86种 所以我们 跟 或是甚至一道种子 不同的部位去呈现 提供给对于皮肤 最有效的部份成分 然后呢 再加上 如果说 我觉得我们下次要在媒体 去江源道 拍拍这个江源道的发酵研究室 在这个江源道的 自然发酵实验室当中 有发现 它整个发酵的环境 都用黑炭 全部用黑炭铺起来 是一个最天然进化的成分 然后呢 所有发酵的这个容器 采取最天然的山木桶 或者是桃藤 照常我们在看韩 韩国的这个 这个韩剧的这个宫廷剧 他们等泡菜啊 都是用烤铺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天然的材质 它们本身有毛细口 它们会呼吸 它们其实也可以提供给不同成分 不同植物的发酵过程当中 所需的多分 然后 这种天然维生素 维生素的这个发酵成分 结合 融合出了 我们素30基 中匿的独家企基的这个 专利成分 叫做Cyrosis 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 大家如果诱过的话 你会发现到它的 温和 浮刺激 然后它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我去参观 我去听他们说 他们整个的这个发酵过程当中 是一种感动 将远道的这个自然发酵实验 也就做 它的方圆10公里以内 没有任何人为的设施 没有任何的人为设施 然后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是素30基 因为它采恒温 跟我们人体的体温 接近了37度的恒温 透过了 透过了 风 也就是空气 土 土样 水 湿度 还有 光 大家会知道 其实有些光 其实不沉沉 就是他们在发酵的过程 就是他们在发酵的过程 让这些成分 听音乐 透过了声音的声波 加上其他所有条件的控制 让这86种对皮肤最有效的发酵成分 所形成的 五胶真理配方 Cyclosis 让所有的女性 不管你是年轻的 或者是手里的 不管你是干性 有性 混合 你应该几乎 能够满足你对予予予予的 最基本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我请我等摩特尔上拍 欢迎我们的摩特尔 在摩特尔就位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点什么 我先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瓶 这一瓶 青春奇迹火效基睿 这一瓶在2019年上市 它这隔年 立刻 2010年就创下了50万瓶的销售量 到目前为止 还为止就每分钟都卖出 有些时候还低分的都 跟大家分享一个喜剧是 台湾缺货了 台湾缺货的就是 怎么就快就缺货了 因为它其实在每一个地区上市的时候 它都一定会缺货 因为呢大家知道 要经过这么多严厉的这个 程序所出来的产品 它的强能不能就不多 那么呢 建议大家每一天 对了 我要跟大家分享它的外观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它的外观很可爱 但其实这个外观 它是截取这个 传统韩服的女性线条 我们都知道韩服 它是一个高腰 然后有个蝶结在 它的胸上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会看到 它的这个形状就是一个 就穿了韩服的这个大礼服的这个幅度 然后呢 你看它在屏口的腰间这个地方 有雕发的设计 就像韩服上方的这个束带一样的设计 透过这个平身的设计 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遵从最原始的方式 所做出来的这一批 比如那么在使用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在就是一般 你把它当成洗完脸之后的 第一道程序来使用 如果你是油性肌肤的话 我们用化妆棉片清擦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干性或敏感的皮肤 就直接按贴到它吸收为止就可以了 我今天的模特儿 就点年轻 所以可能有些局部的地方 会有一些毛孔 或者是有水部平衡的 所以我们在比较 有比较容易出现的一批部位 我们用清擦的动作 尤其是特别容易有本次的位置 清擦 然后呢 在脸颊的部位 清擦 采取两处不同的混合的方式 把我们的青春奇迹 火象的精力度 让皮肤彻底的吸收 很多人哦 在用完了衣品之后 会发现 它的皮肤的明亮度 还有毛孔的紧实度 跟皮肤的这种光泽度 都会大幅度的提升 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 整换的时候 它是一个稳定皮肤 最大的力量 它是一个稳定皮肤 因为我常常背来背去 所以呢 不知道是因为压力大 还是因为还青春哦 我很容易讲痘痘 我一旦开始冒痘痘的时候呢 我的护肤瘤就会变得很少 很少 有些时候可以透过 这样子非常简单的一瓶 来帮助我们调整皮肤 到一个平衡的模式 而且很重要的是 拜托大家 一定要让它吸收进去 好 接着呢 这一瓶 好漂亮的瓶子 而且你看它上面 我觉得这个圣经太贴心了 它的瓶盖上方是一个瓷体 所以呢 这个是挖小 这个是挖小 它很像高官的帽子 也很像 很漂亮的一个设计 但是非常的实用 因为很多人挖小哦 等到最后都不见了 但是你每次用完 它都会固定在原来的地方 这一瓶呢 是我们苏武37苏蜜的 活水润泽的这个效能水泥霜 它蓝色的鼻子就知道 它是补水保湿 水泥霜 然后再加上来自这种 高山的红雪茶 以及菇类菌丝的发酵物 带给我们的皮肤 瘸姜的补水 然后呢 它的 因为其实品名里面 品名里面 大家听到水泥霜都知道 它一些这种水润清爽的这种质地 不会有这种油腻感的质地 但是呢 它最特别的是 它是霜中霜 透过水泥霜的这种清爽的 胶状的包裹 当中放进去了液态分子丁 所以呢 当你皮膜开来的瞬间 你会觉得 哇 皮肤好像喝了一瓶 就好像你在很渴的时候 喝了一杯水的 这种瞬间补水的效果之外呢 它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皮肤 产效的保湿 我们都知道 其实皮肤要好 清洁保湿防晒 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到 所以呢 透过这样子的一瓶水泥霜 非常舒服的质地 不管你是干性 油性 活泼性 肌肤 都如何满足 你对于皮肤保湿的要求 尤其是在座有一些是 小姐姐们 小姐姐们 记得在擦保湿体的时候 一定要让保湿体吸收 因为像很多的职业妇女工作 职场上的女性 你常常在擦保湿体的时候 三五秒就把这个四五 你全部擦在脸上 没有吸收的状况 现在反而对皮肤是一种负担 所以呢 记得每一天都要让我的保湿体 好好地吸收 你看 这样子有呈现出来的皮肤 特别的水 但它不是油 最后呢 我们再透过 这个 应该是三月才会上市 那明年的三月份才会上市 全新的这一款 除此花狗食的这个提取物 除此之外呢 这一款气垫 它在这个装容的持终度上面 做了非常好的这个调整 所以让台湾女性在这种 即使到了春夏 比较容易因为油脂 或者是呢 上班时装上面会有脱装的回线 做得非常好的这种调整 所以呢 它的粉末的持续度 贴妆度 都大幅度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 它有SDM50PA3的加的防线 每天就这样子轻轻的 拍拍拍拍拍拍 透过了素 在我们自己 保养的成分 轻轻的拍到皮肤上 结合上的前序的保养 延续整个皮肤 护肤的感觉 清透灵亮的皮肤 你看每一天花三分钟 你就可以成为 韩国现在最流行的武汉美女 谢谢我们带来主任的掌声 谢谢凯文老师来 谢谢凯文老师来 谢谢凯文老师 今天这个好荣幸可以请到凯文老师 而且呢 听到凯文老师呢 介绍我们的保养品 可以说是一大享受的 真的从视觉啊到感官完全呢 都融入了整个一个氛围 给大家很纯净 很自然的感觉 那今天呢 请到我们的美容天王 因为老师可以说是天王中的天王啊 所以呢想到呢 我们今天台湾区的这个神秘代言人 我们就是 布容小区 因为都已经请到老师来到现场 跟大家做介绍了 大家一定访问 看果果小超对不对 但果果要变成主持人 要访问这位代言人 对 因为待会老师呢 有一个特别的桥段 就是要用我们的神秘代言人 来做呢 一段的这个保养对台 但是呢 在正式邀请我们的台湾区神秘代言人 登场之前呢 要先邀请大家来欣赏一段呢 我们神秘代言人在拍摄 广告的一个幕后花絮 所以呢现在要邀请大家呢 将你的目光交流 一桌左右边的monitor 一起来欣赏这一段精彩的幕后花絮 大动拍 大家好我是大姨子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好久没有出来了 因为我自信当妈妈之后 是非常喜欢一些天然的 然后不容易过敏的保养品 让我们接触baby的时候 比较安心一点 因为人体的自然的体温 刚好就是37度 35-37度 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的温度底下 所抗效出来的保养品 所以它在食用上面呢 很容易被自己的基础吸收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能够让肌肌自然 呼吸引一个温度的品牌 我觉得使用活效精力露的方式呢 最好是用在化妆品的第二个手续 你可以开始形容一点清爽的化妆水 然后再使用我们这个活效精力露 轻轻的拍打在脸上 手水先搓一搓 让肠眼睛溫度出呢 把你的手放在脸上 大概停留15秒 让它更容易的吸收进去 然后一整天你都会觉得很舒服 感到一个淡淡的清香味 我是Soon的代言人大一次 Soon 37度 12月份正式上市 各位现场所有的贵女朋友 让我以最热烈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Soon 37度 Soon 37度 台湾新品牌代言人 美容大王 Soon 37度 大S 徐希元 欢迎Soon 37度 非常赞人 大S 今天希元真的非常的优雅 也非常的美丽 我们今天大S呢 先往我们中间的位置 就定位 让我们的美金朋友 来做最好的 最完美最完美的补桌 可以看到呢 大S来到现场 就像是女神匠一般 今天呢 粉色的仰妆 也衬托了她的好气色 相信呢 在场呢 在场呢 所有的贵女朋友 跟我一样呢 都是非常期待 我们Soon 37 就是书丽的品牌 代言人 好 那我们邀请大S呢 麻烦和我们视线呢 左至右 右至左呢 让我们美金朋友 都可以做完美的补桌 我们呢 除了前方 还有在远方的视线 也请呢 大S呢 让我们的美金朋友呢 都可以拍摄到不同路線 不同角度 不同的笑容呢 大S 所以呢 因为今天呢 现场的美金朋友 非常热情 非常众多 邀请大家呢 把握三到五秒的时间 待会呢 当然有很多时间 让大家呢 做不同画面的补桌 还有需要呢 我们视线的 来喊个声音 让大S呢 来知道呢 我们的方向 让大家都可以呢 拥有最完美的画面 好 请大家把握一下时间哦 在我们三秒钟的时间 二 一 好 我们有请天文老师 也一起跟我们美丽的 美容大王 天王vs大王 哇 今天这个画面 相当的难的 来 两位一起看前方 前方三秒钟时间 三 二 一 一 来 视线一直移到左侧 左侧 左侧 二 一 来 另外 右 右边的 美金朋友 三 二 一 好 正后方 好 正后方 中后的位置 视线看远一点 中后方 三 二 一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 凯文老师跟大艾斯 然后五级工作人员 我们成立麦克风 因为 接下来呢 就是呢 我们大艾斯 也就是我们台湾区的 这个单一人 还有呢 为我们的美丽的 我们天望凯文老师的 主要对他 时间就交给老师 我很努力的不要太想操 好不好 因为呢 我要完成这个 这个 大艾斯 这个好久不见 付出制作的访问 真的 真的 凯文老师你好 好久不见 好 还有主持人你好 好久不见 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以及所有的贵宾们 你们好 我是大艾斯 真的好久不见了 谢谢 首先呢 其实一开始 因为一个发布会 这个记者会 最重要的就是 大艾斯是我们 苏武37 苏密的 这个台湾区的 所谓代言的 是 尤其是台湾区的 唯一代言人 尤其是台湾区的 唯一代言人 尤其是台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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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作呢 我二话不说 就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在家里带孩子 然后小孩又孩子 什么工作 我都 考虑都不考虑 就直接推掉 对对 所以因为这个产品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然后我是它 长期的爱用者 然后 以前要使用的时候 都要带 我的化妆师去韩国 我要购买 然后他们来找我代言之后呢 我就当然是一口答应啊 因为 这么好的东西 第一点我非常想 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 它 马上在台湾就可以上市了 那我们就可以在台湾买到 就不用再去韩国买了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知道就是 大爱食物的皮肤 一直以来都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五四级的状况 尤其大家在BCR当中的频道 因为好 然后跟关心 因为你自己喜好的关心 你特别喜欢一些这种 偏眼没有这种刺激 过敏的这种感受的 帮忙挺 其实 谢谢 其实我也是故意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故意掉下来 他差不多说 要跟我聊一下 对不对 谢谢你好好心喔 等到掉到这边的时候 你再帮我拉 要是我也会上去帮你拉 我跟你讲 大哥你现在真的在等 掉到那个地方 不好意思 谢谢真的很谢谢 小白很贴心 那么对就像在BCR里面 你有提到就是 你自己其实以往 有来关注 你特别喜欢那种天然的 对 所以这一次喔 跟这个苏莉 就是你也提到了一些 牙力学关系 化妆师的关系 跟你分享的关系喔 那么你在使用他的 这个感受 或者是接触他的 这个过程当中 再跟大家仔细的 聊一下好不好 好 因为一开始在结婚之前 大家都知道我 对来天室的一个工作关系 对 所以呢 很难使用一个对的保养品 这个我真的举双手赞成 对 有的地方很干 很干 干到发炎啊 发炎 然后有的地方呢 因为很容易出油 是 然后有的地方呢 就是又很非常的热 苦热 然后就是拍戏的关系 或是一边拍戏一边宣传 然后又要一边附加 就每间飞途的城市 就要带一大箱保养品 你就看这个城市适合什么样的保养品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 女生要保养根果 为什么要当美容大王 这不是好辛苦哦 因为女生保养真的是 用不对东西就开始过敏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找一个 嗯 纯天然的产品 是 那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你用了它 它不会过敏 那它 嗯 嗯 好 那个时候我就不小心 找到了 嗯 舒逆三十七度的保养品 对对对对 舒逆三七度这个保养品 舒逆三七度这个保养品 是我的那个化妆师 他就说你用用看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天然的 对 不算是 嗯 它没有什么作用 至少它不会让你过敏 那我就试用看看 然后一开始试用 我就觉得嗯 香香的 晕起来很舒服 然后那个时候 很舒服 很舒服 那我就想 诶 为什么发酵的东西会那么香呢 那它就是非常的用心 去做这些细节 是 然后它的分子呢 非常的细 就是这样 尤其是机密露室 我最喜欢的一款 我也是 我也是 就是你拍上脸的时候呢 我喜欢就是手搓一搓 然后用手掌的温度来敷它 然后敷完之后 你就会觉得下一个保养的步骤 好像那个 脸上脸的时候呢 你压或者是你要擦的东西 手下就把它吸进去了 然后你的皮肤就感觉 好像在呼吸的感觉 对 然后我就开始爱上这个 机密露 就开始长期的使用 然后发现我的皮肤 就越来越有光泽 然后好像它就跟 勃起来很一样 每天都在呼吸 然后每天都在等的 快点我要机密露 快点给我喝机密露 感觉 真的能够听到我 从这个美容大王的口中 对一个产品形容成这样 你真的是爱它耶 真的 因为它让我们的皮肤复活了 真的 真正爱它 而且其实我觉得 就好像我刚才前面有提到 就是这个品牌 它在2009诞生的那个时候 是一个品牌的 研发创办人 它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 好像就是 妈妈跟女儿 然后随着女儿跟妈妈的年纪 他们在这堆子当中 用了之后都会很安心 很适合皮肤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 大家自己当苏米37的代表 太习惯了 太习惯了 能到20年后 我在战乡这个舞台 我女儿也是代言人的时候 你到时候一定会觉得 天啊 好神奇啊 先预约 先预约啊 我们品牌先预约 其实我觉得大SRO 她是一个女神级的人物 是一个就是 整个华人界的这个女神的人物 然后我们走路家庭之后 都是一个称职的好太太 好妈妈 甜蜜 幸福 完全在你的生活 写在你的这个脸上 但是 你有没有告诉大家 就是身为一个这种 现代的敌范的女性 你有没有一些 就提供给大家就说 怎么样能够像你一样 幸福又健康 呈现这种敌人的光彩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 心之所向它就会发生 比如说我为什么 要到美容大王 因为我就是希望 把我所有的保养的 这些经验跟大家分享 那一旦你开始 跟大家分享之后 可能大家也会给你回馈 大家看到我就会说 诶大艾斯我用过 什么都也很好用 然后就开始有很多 好的产品的厂商 就说诶我们的产品好 用试用试看 然后如果不嫌弃的话 可能可以帮我们 在节目上推荐一下 然后我就开始得到 很多很棒的东西 然后开始有很多 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就慢慢的 我就开始人生 就变得是一个正向的群传 跟场交流的正向 跟场交流的正向循环之外呢 那大家都知道 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很努力很拼 很拼 所谓的 一命三娘 一命三娘 所以那时候就很需要体力 可是又没有时间运动 所以我都是在 随时随地在机场 走路的时候 我都是一定要下飞机 重新遇到海关 就是当劍走 当做运动 这个我 这个我可以做这 因为 过我吗 就我们遇过 然后我也遇过 小艾斯 你们走路都超快的 都习惯在机场 就是从那个登机口出来之后 不是熟到飞 你走不到这个海关空关 因为那就是我每天的运动 哦 运动 然后我就是 拍戏的时候也是没事的时候 我就不会一直坐在休息车里 我就会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打戏 我就会拿着那个 武器啊 可能会有一把剑 会把刀 都会在那边练习手腕啊 然后拉拉筋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 女生就是 当然优雅是很重要的 可是随时随时 必要保持你的活力 让你自己动起来 就是不要一直到 你摊在那边 懒在那边 那样子会渐渐的 颜也垂了 然后身体的肉也开始长了 然后慢慢的人生就凋零下来 所以要随时又保持活力 这样子你的小孩啊 就会受到感染 像我女儿就会受到 我癌一癌 然后她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 然后我儿子就是一个 很开心的儿子 所以要妈妈一抱她 她们两只腿 就会一直听课啊 腿就一直听阿妈 然后我就每天在家享受 跟孩子玩啊 然后交通唱歌啊 跟他们一起跳舞啊 而且我对我女儿尬了 叫做 因为我女儿每次都说 妈妈你在那边 我在那边 然后我要听哪一个 哪一张CD还是纸 然后我要听小阿姨 在那张CD 然后我就放 然后我就说 开始跳 然后就要跳 看谁跳得比较好 然后她有时候太累了 会腿软跌倒 我就说你腿软出了 哈哈哈哈 我就不甘心 好可爱喔 其实听大孩子在聊 好像她生活当中的一些 甜蜜甜蜜的事情 但其实这也是一个人哦 就是说你要维持自己的状态 很重要的 你的内心保持这种快乐的感受 对 还有智子之心 对 莫忘初衷 莫忘的善意情 都是这样 永远就是我都 有时候她发脾气啊 或者是 嗯 不顺利的时候 有时候还有负面能量带 说带回家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她老公 莫忘初衷 然后她就会立刻看了我眼睛 又变成一颗爱情 哈哈哈哈 那我那时候刚生完小孩很肥的时候 她就是都有点不太敢看我 然后我就会跟她说 老公莫忘初衷 她就用 又用 哈哈哈哈 就就马上回到这里 对 对 哼忘初衷 她的眼睛只要不是用爱情看着我 就会很受伤 是 那么 其实我想广大的网友们 我们也一直就是 很想要知道就是 大S她产后之后啊 然后呢 怎么维持身形 我想在刚才这一段里面 就好好的回答了 维持活力 运动 慢慢的 高兴的心情 你自然就能够维持最好的状态 最好的忧憾 最后 有一个不停的剧情 因为主持人想过来 是 她说 她非常仰慕你的好体肤 对 我还没有近距离看过你 因为呢 我们的美容大龙 这是我心目超级女神 所以刚才你嵌入危机的时候 我想说 我该怎么样 不过了 我是要攻击人的角色上来呢 没想到我还是太大 是被大家发现了 哈哈哈哈 对啊 今天是女神之后 女神 而且进去一看 在这个皮肤状态 包括你刚刚掉下来 这整个部分的肌肤 真的 真的很近的看 真的完全是完美 是没有毛孔的 对 而且我真的还收藏了你的书 那之前呢 我跟你讲 你千万不可以说 什么 你知道我现在遇到很多的那个 不是吗 你知道吗 都说 凯文老师 我小时候就看你的前部 不是 不能讲 你又可以 你又可以这样讲 你是要确认 很年纪之后 对 所以那本书 这对我来说 影响是非常大 所以今天呢 可以看到美人大了 本人 我整个是陷入疯狂 我其实今天有一点点嚣张 在来 我是跟厂商提议是说 我今天该去素颜上场 哇 让大家看看我用了那个 顺理37度的那个 之后的那个样子 然后那个 我们公司就说 千万不要吧 因为你到时候 你装穿着穿高跟鞋 然后一直大素颜 根本就不搭了 那我想想也是 我这样也太孝顺了 但是如果待会儿 大家 各位媒体朋友有机会 然后比较近距离 看大历史的时候 他真的 我好想拿他 纸在他的脸上擦 他今天感觉忠孝 是其实根本是非常敲淡的 而且以后没有毛孔 真的是太棒 掌声鼓励好不好 感谢 因为真的是太开心了 所以呢 今天真的邀请到呢 我们的美容大王担任我们 是在一起 疏密的品牌派人 是最适合不过 尤其刚才啊 我觉得他一直又很幽默 因为刚才我们为了要化解 我已经他很可爱说 掉到腰上的时候 再来救我嘛 就是整个状态 我觉得他就身心灵 都很美 无畏女性 谢谢 太可爱了 我们再次热情掌声好吗 大家 谢谢 而且当然呢 我们佳麟老师跟 我们大艾神的对面 也是非常精彩 因为让大家了解呢 其实呢 保养呢 不只让我们的肌肤 健康美好之外 其实也让其实这个心情 家庭都变得非常的美好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觉得女排代表 也特别要为两位线上花蕾哦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请到 我们去生活健康 台湾区的总经历 Janice 还有我们台湾区的协力 Karen 来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 来请上来 到舞台上 我们的Janice跟Karen 也要透过我们的花蕾 也就是我们的 人性话题的商品 千尊奇迹火象的机密物 来献给我们的美容大王大S 以及美容天王Karen老师 我们一起呢 四位视线看前方 好中间下面的位置 现在我们的美景朋友做完美的补桌 三二一 因为今天美景比较多 所以我们视线都稍微调整一下 来左侧的美景朋友 左下 三二一 来右侧 右侧右下这边 三二一 来中后方好吗 中后方的美景朋友 视线看远一点 三二一 好 接下来我们请黄部长 也来到舞台上 Let's take the picture together 来请我们品牌延 大部的广部长 也跟我们四位的贵宾 一起来做完美的合影 同样现场 多日前美景朋友 我们先看中间 Face the front 来看前方 One Two Three 好 左侧 Left side One Two Three 好 右侧的美景朋友 Right side One One Two Three And we go Face the front 前方 三 二 一 谢谢 谢谢我们 橘子品牌代表 Janice Terry 跟我们黄部长 请先回座休息 那我们请 凯文老师 还有我们大一次 拿着我们的明星话题 上面 也是我们青春 奇迹 活效的 激进入 再让我们的明星 朋友做捕捉 今天呢 现场美景 真的非常热情 所以相信大家呢 都需要呢 非常 非常多 满满的 完美的画面 所以呢 也要请我们呢 现场的 这个 归宁朋友 辛苦了 来 也是前方 前方的视线 我们停留三秒钟 二 一 谢谢 凯文老师 谢谢 那我们请大家 一直在留在舞台上 手持了我们的明星话题商品 我们的奇迹录 再让我们的媒体朋友 所单开的画面 好 那我们就要请大家 一次视线左之右 右之左 让大家都可以做一个 最完美的舞桌 好 我们把握一下 三到五秒钟 那下一个画面呢 我们也请工作人员 帮我们整理一下舞台好吗 让我们大一子 有一个完整的单拍画面 好 来 再一个最后的画面 请我们的大一子呢 给大家的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pose 让大家呢 可以辅助最完美的 大一子 十七元 今天的真的很荣幸呢 可以在正三期度 舒逼的品牌 代言活动呢 进到呢 美丽的大一子 相信大一子 跟我们一样都是心不忌 那在我们的舞台上的媒体联网 前面大一子要稍作等待 因为大一子呢 可以要稍微到后台 稍作等待一下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引导 各位 来 最后三秒钟 请大家导问一下好吗 讯息一下好不好 因为舞台上非常的亮 好 OK 谢谢 我们的电子的媒体联网 那从后呢 在之后呢 需要呢 来做我们的这个 开放老师的平面联网 也可以呢 来探索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我们会引导大家 来做一个最好的采访素材 所以请大家稍作等待 谢谢各位 在舞台上的媒体朋友 如果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提出 我让我们来问大家做安排 因为大家的人可能这都会非常多 今天在客户都会压力哦 谢谢 老王你要收人家的声音就好 他在调整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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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媽來沒關係 現在沒有那麼快啦 或許是那高次要比例啊 蛤 蘋果的比例可以嗎 怎樣 沒有 沒有 正庭沒有來 好了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那該問我們可能邁克波那時候都要邀請一點喔 好 再次熱烈掌聲歡迎 不好意思 來 我們老舞台大可能要稍微 幫我們再挑對一下 你會不會太裡面啊 你這樣他太裡面了 對啊 他在這邊嗎 你要出來一點嗎 這是在這個梯子 喔 這個梯子 對 應該是在這個梯子 那我過來一點 開始 小心 來 謝謝 前面一點 前面一點好不好 好啊 對 你看你先不要這樣拿太多了啦 好 小心 他拿不到我們多 西門正在這個位置 好 是不是有人一直在拉我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一直被帶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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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開始 西門正在這場後付出的感覺 誰第一點 好 好 第一點 第一點 謝謝 慢慢的開始 好 3 2 1 西門正在喘後付出 見到大家感覺會怎麼樣嗎 呃 正在喘後付出 見到大家非常的緊張 真的是緊張到胃都有點痠 因為嗯 我的兒子到現在還不到一歲 他還是一個小baby 然後照理說我應該還是一個 媽媽樣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自己心裡上跟身體上 我都覺得應該是還沒有準備好 要跟大家見面 可是就突然來了一個這麼好的 嗯 工作代言 我就考慮了一下下覺得 還是要把好的東西推薦給大家 然後也應該要出來跟大家 多見面多走動了 所以我就 硬著頭皮出來了 所以很建議現在自己的身材狀況是不是 嗯 我其實 不太 嗯 不能說建議身材狀況 只能說我生了兩 兩胎 然後又是在這樣的年紀 然後又從鬼門關前走過一趟 能有現在的不管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都感到很感激 嗯 西元現在是不是還是有點緊張 還是很緊張 因為很久沒被那麼多 麥牌包圍 然後看到鏡頭還是會 有一種好像第一次登場的感覺 嗯 所以像你現在身體這麼完美了 你覺得自己還有沒有達到你的標準 嗯 跟以前年輕的時候比 當然就是 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生過小孩的身材 跟沒生小孩的身材 就算是同樣的體重 都會是不一樣的體型 嗯 所以就是不能跟那個時候比啊 嗯 但是 兒子還沒有 還沒有一歲 你出來工作 會不會覺得 哇好想趕快回家 我就是很想趕快衝回家 因為我兒子現在還 不太會黏媽媽 可是我女兒現在兩歲半了 我剛剛就跟她講說 然後她去工作 一下她就回來 她就開始不高興了 然後她本來撿了一朵花送我 她就開始不送給我了 然後她就 我就很傷心啊 然後我媽媽就來 就說那婆婆帶你去逛街 她就說不要 然後就很不高興 所以我等一下很快的趕回家去 不然她會生我的氣 現在一次要帶兩個 感覺怎麼樣 感覺就是自己好像力大無窮欸 因為我抱姊姊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也得抱弟弟 然後弟弟他又真的蠻胖的 又很大隻 然後姊姊會吃醋 就是看我抱弟弟的時候 他就不准我只抱弟弟 所以我有時候 得兩個都一起抱 可是姊姊長得又很高 所以兩個抱的難度是不一樣的 要不要分享一下 小吳彥竹到底有多帥 然後乖不乖呢 我們家的兒子啊 以前推出去人家都說 喔 只得一天哪有 看起來有福氣欸 看起來很福氣欸 現在帶出去大家都說 喔 超閃道欸 問我們那個化妝師跟工作人員 就知道 因為他們就是 有工作時候才會到我們家來 那今天到我家 就看到我兒子就說 怎麼變那麼帥 怎麼會變那麼帥 還抖膝蓋欸 帥到他們都抖膝蓋 我看他們都快飛起來了 所以你吃點兒子 還是吃點老公現在 你說兒子跟老公啊 對啊 當然是兒子啊 每個媽媽 有小孩的人都知道 就是你有了小孩之後 他永遠是你心中第一 所以帶女兒跟帶兒子 你覺得有什麼 有什麼不一樣嗎 對 有什麼不一樣 帶女兒就是 我也是看過一本書 就是女兒要富著養 兒子要窮著養 那我其實看了那本書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蠻有道理的 所以我對我的女兒就是 百般的寵溺 然後跟她講一些基本的規矩 然後她就是一個很開朗 然後很快樂的一個女生 很好學 那兒子我就想說 那要窮著養 窮著怎麼養呢 因為她也沒有什麼要求 她現在又是個嬰兒 所以我就想說 來點軍事教育好了 就是她哭的時候 我就不抱她 然後那個 他們老外有出的書 就是說 45分鐘之內 不抱她 都是安全的範圍 然後我就試試看 可是她哭大概三分鐘 我就受不了 我就說 好啦媽媽對不起妳啦 對不起妳不要再生氣了 然後她就開始嚇咬 啊 就大發飆 所以還是沒辦法對不對 軍事 沒辦法 所以還會再生第三胎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現在都不 收工 現在盡量跟我老公分房睡 這樣怎麼收得了 因為我女兒都要跟我一起睡 所以我就是盡量都沒有辦法 很少跟老公有獨處的時間 所以兩個人那個 家庭幸福的四字真言 是莫忘初衷嗎 莫忘初衷啊 對啊 我想 接下來要跟老公 如果要獨處 要去外面住的話 不過也方便 就直接去那個S Hotel 就可以了 對 要看一下 所以老公現在看到妳 每天都是 一定要眼貌愛心 對啊 她如果眼睛看到我就是沒有愛心 或者是一直低頭看手機 都不看我的話 我就會很不高興 很受創 說怎麼樣老公 我現在是很媽媽一樣 還是很肥還是怎麼樣 然後她就會立刻這樣變愛心 說沒有啊 很好啊老婆啊 最正了 所以妳也相信就對了 是不是 妳當然要相信 她講的是實話啊 對 最吸引現 剛剛就是說 女兒未來想要代言的話 妳都不會反對 開玩笑的女兒是絕對不能 讓她跟我走同一行的 因為實在 絕對不能跟我走同一行 因為我覺得 當女藝人實在是 辛苦的地方太多了 我不希望 我希望我的女兒只要能夠 健康平安 然後很快樂的 過她的人生就可以了 街上飯店 嗯 也不需要有這麼大的壓力 只要她 就是一個獨立的靈魂 她以後想要去當義工 或者是 想要去非洲流浪都可以 她對兒子的期待嗎 兒子的話 我希望她以後 對這個世界能做出有貢獻的事情 嗯 所以西元現在工作 就是因為很難離開小孩吧 那工作呢 接下來付出 之後大家說 啊她也付出 對有什麼計畫 現在就是有很多選項讓我選 然後我媽媽就會很雞婆的說 寶貝妳不要再去拍連續劇啦 連續劇佔用的時間最長了 然後就想 那我就想說 那拍電影的話 應該時間短一點 我媽媽就說 也不要拍電影 拍電影看夏天那麼熱 冬天那麼冷 妳到時候又生病生病 妳又不能抱小孩 然後我想說也有道理 她說妳看妹妹主持節目多好 開個冷氣就在棚內 又不用見到陽光 又不會變黑 妳就乾脆主持好了 然後我就想一想 那主持的話 妳還是要去某個城市主持啊 那我就想說 啊以後我就直接開直播好了 就直接在家裡 手機打開 就直接開直播 所以是不是都不想工作啊 就是很不想要離開小孩 所以會想要開個直播節目 也許是 有這個機會 因為這樣的話我小孩 在旁邊鬧也可以啊 所以現在開始都可以工作 會想考慮跟 柳西蒂一起 再來一個姐妹一起 嗯 她有一直說服我 然後也有很多製作單位 包括偉忠哥啊 詹仁雄 我們以前的老戰友 還有我的老爸 他們都有一直來說服我 可是他們看到我 就是吃纏著我的孩子 他們都會覺得 唉 就講兩句就算了 就覺得看我那樣子 根本就是放不下我的孩子啊 嗯 可以嗎 可以嗎 謝謝 謝謝各位來 謝謝 對我要趕回家 我女兒會生氣